彩券行高兴放着鞭炮 没错又有人刮中一百万 这也是这间彩券行连续第四年 有民众刮中头奖 台东这家彩券行赶在过年前刮出头奖 好彩头让老板笑得很开心 没想到一名年轻男子 只是刚好路过来买瓜瓜乐 意外成为了百万富翁 只花了六千元报回百万大奖 台东这家彩券行也感到非常幸运 真的是受到财神爷的眷顾 连续四年都开出头奖 去年有两次就对了 客人都说这里的风水超好 纷纷来到这里沾沾喜气 希望可以成为下一个幸运儿 东南新闻成金雄林婉珍 台东市采访报道